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OpenAI推出的ChatGPT爆红,AI应用近年快速扩展,微软Microsoft和Google等云端服务供应商大举投资AI基础建设。 AI晶片龙头厂徽达NVIDIA是最大受惠者,业绩暴增,股价和市值充高,数度挤下苹果、Apple,市值排名登上世界第一。 台积电作为徽达、超微AMD AI晶片的代工厂,不为电脑和手机等市场需求持续疲弱,依然缴出量力成绩单,营收自今年第二季起,逐迹创下新高,获利也在第三季刷新记录。 现阶段,3奈米和5奈米制程是台积电营收主要来源和营运成长主要动能,占营收比重,合计已超过5成,3奈米上半年营收达新台币1355亿元,已超越去年整年度的1080亿元。 5奈米上半年营收突破4000亿元,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超过1300亿元。 台积电COWS营收规模远不如先进制程,比重不到一成,不过COWS的供给关系着客户的成长,连带影响台积电的晶元销售和业绩表现。 台积电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多次表示,台积电非常努力满足客户。 但客户的需求远大于供给,尽管台积电今年COWS产能增加超过两倍,还是供不应求,台积电会全力依应客户对COWS先进封装产能的需求。 台积电位于中科的先进封装测试5厂去年兴建,预计明年量产COOS位于嘉义的先进封装测试7厂预计今年建厂,2026年量产COOS及系统整合单晶片SOIC。 台积电规划,2022年至2026年,COOS先进封装产能年复合成长率将超过60%,台积电还与专业封测代工厂OSAT伙伴合作。 10月与安靠Anker签署合作备忘录扩大伙伴关系,艾克尔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皮奥利亚市Pioria兴建新厂,台积电将采用新厂提供的一站式先进封装与测试服务。 支援客户,特别是透过台积电在凤凰城先进晶圆制造厂生产晶片的客户。 半导体封测厂、绿越光头控和旗下西品也大局布局先进封装。 其中,西品10月斥资4.19亿元,向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取得中科彰化二粒园区土地使用权, 并以37.02亿元向明辉能源取得云林斗六厂房,扩充CoreOS先进封装产能。 绿越光头控与台积电在先进封装紧密合作,投资包括CoreOS前段晶圆制成以及先进测试等。 今年先进封测业绩将超过5亿美元,明年业绩渴望较今年成长10%以上。 此外,晶圆测试厂晶圆电也大局扩充CoreOS先进封装后的晶圆测试产能。 随着台积电和封测厂积极投资扩产,市场预期半导体设备厂营运渴望受贿, 包括红素、新云和万润等在市场资金的追捧下,去年和今年股价连续两年翻倍大涨。 红素不仅跻身千斤股之列,最高冲上2140元。 由此可见,CoreOS俨然是近年最热门的半导体技术。 台积电业务资深副总经理、继副共同营运长张小强在台积电今年新竹厂技术论坛中说, 没听过CoreOS一定是外星人。 一、语道出CoreOS的热门程度。 其实,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技术量产已超过10年,直至最近几年,AI需求推升CoreOS需求激增,产能严重短缺。 张小强说,CoreOS非常重要,用以整合先进逻辑精力和高频宽记忆体HBM。 CoreOS主要分为两大部分,chip-on wafer,即COW,晶片堆叠,以及wafer-on substrate,即WOS晶片堆叠在机板。 就是将晶片堆叠起来,在封装鱼机板上,依据晶片排列的方式,最终形成2.5D与3D的形态,以节省晶片空间,降低功耗和成本。 以CoreOS先进封装技术制作出来的晶片具有高效能、低功耗的特性,成为AI晶片的首选。 CoreOS还广泛应用于高效能运算HPC、5G、物联网和车用电子等领域。 台积电在积极扩充CoreOS产能的同时,也计划大幅扩增SOIC产能。 2022年至2026年,SOIC产能年复合成长率将超过100%。 张晓翔说,台积电未来不只要提供客户最先进的电晶体技术,也要提供客户更先进的系统层级整合平台,提升效能和速度。 用3D整合平台,提升运算力密度,让单位面积可以做更多的运算,促进AI和HPC能够更广泛应用。 台积电持续挑战制成微缩极限,为单晶片提供更小、能效更好的电晶体。 7代能够实现单晶片上整合超过2000亿个电晶体,并透过3D封装,达到超过1兆个电晶体。 台积电另一最强武器2奈米也呼之欲出,晶圆共产服务Cyber Shuttle将首度导入2奈米先进制程,规划明年元月,4月投入设计。 业者说,2奈米晶圆每片成本超过3万美元,近新台币百万元,苹果将成首批客户,英特尔及L&D紧追其后,研发科,高通及世新,也有意加快导入速度。 法人指出,台积2奈米制程,除新竹宝山,高雄厂渴望明年第二季失禅,将带望设备供应链,包括中沙、生阳办及天虹等业者。 2奈米制程电晶体结构改变,开发成本及设计难度增加,晶圆共产,将集合众多客户,共用一套光照,节省IC设计及特殊应用ICASIC成本。 供应链指出,明年元月,有望于台积电研发中心开发,4月转至新竹宝山2奈米新厂Fib-20进行。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说,客户对2奈米需求更甚3奈米,做梦都没想到的never dream about it,宪政积极准备产能。 法人表示,台积2奈米月产能明年将拉高至5万片,高雄一厂12月初进机,估明年第二季失禅,高雄二厂则下半年进行装机。 外界推估,台湾ASIC大厂及手机IC大厂都将在这次2奈米晶圆共乘之列,现明确产品规划的是苹果iPhone18-A20晶片首度采用,并搭配SOIC先进封装。 2奈米晶圆价格将达3万美元,以iPhoneAP为例,将自N3的50美元,上涨至N2的85美元,涨幅达70%,为节省成本,吸对叠技术未来将更普遍,提升主晶片速度,功耗。 法人分析,主流SOIC系统整合单晶片,为SOIC-X,其快速对准及干净结合,晶圆平坦度,节省度要求非常高。 CMP,化学机械研磨,原子层沉积等要求提高,相关设备以海外大厂为主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制程技术领先全球,囊括了九成的先进制程实战率。 而先进制程加上CoOS先进封装技术成为了台积电的两大绝技,更让台积电几乎通斥了全世界的人工智慧,AI加速器市场。 显见,CoOS是台积电大弹AI商机,营运得以创下记录的一大关键。 另外,即将到来的2奈米也将成为台积电征战未来的另一仪仗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